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4日 今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湖北实验燃气爆炸事故 查处进行挂牌赌办 不要忘记了挂牌什么意思 这是非常严厉的 这个非常形象 这表明什么呢 李克强为守着国务院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要狠狠地整这个英勇和王宗林 英勇和王宗林都是习近平的铁哥们 英勇属于自将新军的核心成员 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有几个 那么英勇李克强是头牌 战头牌的 通俗讲习近平的心肝宝贝 否则不会新冠出现之后 派英勇去接掌蒋超良 这可是有风疆大力 而且的确后来治理这个疫情 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胜利 所以习近平战战自喜 王虎宁陪习近平去带了一个方块队 在那大街上晃得黑压压的一批人群 当时新冠来临的时候 是藏起来 小组长不要了 给李克强了 孙春兰去吃苦奋战 带着王和尚 再加上英勇这些人 应该讲他们出了些力 算是救了习近平 那么由于这件事 造成英勇的声誉确起 所以二十大 虽然英勇年龄有点到了 但是也是大有希望 与此同时 从早上调去的镇压老百姓的一个干将 公安局出身的王宗林 也是找到了发展的机会了 否则你山东济南市委书记 怎么可能到武汉去当书记 对不对 接了这个武汉这样大权了 主案是马国强 马国强是国企老板 你想 如果顺利的话 没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事 太有机会上身了 对不对 周先旺也不可能那么丢面子 你看 他们两人都算找到了 这个高声的这个梯子和弹簧 这个都在做着美梦 尤其是王宗林做着美梦 这个二十大 进军 中南海 或者是再上一层楼 就没想到现在轰的一声 梦没了 梦断了 那么李克强 继续派系 胡春华他们肯定乐坏了 找到机会了 虽然他实验的爆炸 肯定造成那么多人伤亡 肯定是个坏事 这毫无疑问了 但虽然想不到 但是这似乎给我感觉 是这种贴意 因为你想吧 现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 简单的讲 中国人民是在 包括中南海的角色成绩 这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再加上这些习的权贵 和习近平有矛盾的权贵 主要是这个胡温 再加上李克强 胡春华 他们要在战争 和习荒地之间进行选择 这是我讲的最直接 最坦率的一句话 对不对 如果把习近平搞下去 把这个病毒来源的真相拿出来 那习近平要担当责任 这个可能有可能 还能保一段共产党 可以化解和美国的矛盾 至少不可以 不一定要战争 但是假如还是习近平掌权 一党之中加一人独裁 像现在这样顶下去 既不承认是泄露 也更不能承认是生武器战争的话 那么人家美国拿出证据 90天以后和你亮剑 只有兵容相间 这一点一点都要过去 所以习近平为什么派两个人 这个引力 就担任这个福建省委书记 那个沈小明为什么担任海南书记 那就准备死伤 对不对 多建医院懂医疗准备抢救伤员 习近平想用绑架14亿中国人民的方式 保驾保护自己 明明是保护党 但是这些元老们不愿意死 是不是啊 你别看江泽民 这个 差不多是猫蝶子年了吧 是吧 但是还想再活着 换个肝换个肺什么玩是吧 还想再活着 狄克强也不想啊 对不对 谁不想生命延续久一点 尤其他们这些人待遇那么好 这个干一天 活一天 活一天 享乐一天 是吧 肯定别人打仗 尤其小孩们和钱都存在美国 存在加拿大 存在这个 这个N个自由联盟的国家里边 你想想 虽然和七国对抗 所以他肯定他没想搞掉习近平 但搞不掉 因为习近平现在有张有霞虎 对不对 有王晓鸥拿手铐了 其实应该你反抗给宋监狱的学 赵乐际还有 还有个宝剑学在头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机会就非常好来了 就是你抓住失业这个事故 直接就是阻挡这个英勇和这个王宗鸥的上身 也给什么给习家军一个猛烈的挥击 你看你纵用这些马屁精 你看你纵用这个酒囊饭呆 这哄的一生想为什么这么重死 我怀疑这个不是什么 就已经不是事故 很可能是报复社会搞的 如果是报复社会搞的话 那就是矛盾激励一定的程度的 必然产生了冲突 大革命的一个来临的一个征兆 就像复旦大学发生 他为什么只发生在复旦大学 那不就王沪宁在那个地方搞这个 专制集权统治这个意识形态 这套东西搞的吗 搞的党管一切 什么权力都到了党支部党委手里了 恰恰这些人都是有马屁精 拍马屁的两面 这个业务上没有什么本事 还有领导那些高精尖人才 是吧 就没本事的人领导那有本事的人 有本事又不会溜血开马 又不愿意请客送礼 他弯不下这个腰来 真正有点才能的人 他鼓起很印象 随时能给你点头 还要给那个王文正送礼 也不给你送 不过送我就整你 我就看不上你再高明的数学的博士 我也给你叫你躺平 人不愿意躺 人站起来 是不是 这个事不就变成了这个冲突事件了吗 这事都不是偶然的 你看现在这个安全事故遍地 群体性事件 贫乏 老百姓弄了 已经不是以前的 你看那个福西 辽宁福西门前的爆炸 那不就是公开破坏 大有新爱革命爆发前那种 这个黄瓜长 七十二历史那种气氛 不要回避这个社会问题 我是很坦率地讲 这个我知道这样讲 人肯定生气 因为你擦见冤余者不祥 这个人站在河岸上 看着河里的鱼在游 你讲出都是不吉祥 我是心里话 但是这个事 是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变化 必须研究 那么本人认为 这次对李克强是一个机会 用这个来 就是挥击习家军 那么会不会形成 在这个近期形成一股 就是反习的势力 凝聚起来为习搞得要来救中国 救党 肯定有些人在努力 军队当中和中南海内都有些人 但是这种努力肯定是 很难就成功 正因为这样 这才是一个悲剧 不信你们就往后再看 会发生什么 是吧 但是眼下的这个事 肯定是 中共官媒的报道是救生论事 表面讲 习近平做了重要批示 党亲自领导 成绩都习近平了 炸了 责任是你地方官的 地方官从省里再往市里推 市里再往下推 小官僚带罪 过一段时间肯定抓小官僚 英勇没事 王仲林肯定也没事 但是反过来 李克强也会利用这个事 李克强派习 要 要这个 挥击挥击 习家军 对不对 这表现了什么呢 这个未必能够成功 最起码表现了什么 中共党那个 权力度是很诡异的 所以习近平一批事 你看 李克强也批事 不仅批事 挂牌赌办 你看今天 这个新华社不报道了吗 这个 应急管理部火系了 公务院 安委会决定对湖北实验燃气爆炸事物 查处进行挂牌赌办 应急管理部 联合筑建部的推动各地区全面 墨额牌使用燃气的集贸市场 餐饮等生产经营单位抵塑 尽快安装燃气泄露 报警装置的 你看 连报警装置都没有 你就想 这个乱到什么程度 切实解决影响燃气安全突出问题 坚决防范遏止 类似事故发生 没有用 还会再发生 前几天 你看 我讲了好几起了吧 贵州 讲完我都忘了 谁以前领导下 李炳就是领导下的 是安全事故两起 前一段时间呢 矿山 矿难 山东 对吧 昨天晚上还讲了些河南 等等 这主要是制度造成 就是 不禁政治体制改革 还沿用什么上级人民下级 靠说教 靠欺骗 来企图 就带动官员 自觉的为人民 他们怎么可能为人民 都是为人民 必服 不是为人民 对不对 社会矛盾 只能越来越尖锐 这个社会矛盾 还交织着 党内的权力 斗争 只不过隐藏在 桌子底下 不像因为美国 加拿大 都在议会上 两党斗 他是暗斗 就李克强 这些人 抓住了这个机会 对他来讲 是比较有利的 但愿 他们真能推动一场 就是像1976年的 政变一样 宫廷政变 那位习兵搞下去 那样共产党 可能存在一段时间 否则的话 你想一百天以后 怎么办呢 就不仅仅是任意的 爆炸的声响了 是不是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么今天台湾 期训练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